几分钟时间我们讲讲最后的一小部分 这里 思路啊 DELTS思路我们就先结束了 今天就别想了 回到这个 更不好理解的这个 普罗密修斯的 这块 普罗密修斯的这块 那这块呢 它不多一个重点啊 就是极少数统教会用的 因为首先呢 什么情况下会用的 这个今天先本讲的那种就是 你的公司内部的项目呢 已经深度对接过普罗密修斯了 首先你的业务自身 是需要是支持普罗密修斯的 这个指标查询了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 根据自定义的指标 来实现业务的公司 根据自定义的指标 前面讲过HPA 它是根据通用的指标 像根据CPU的使用率 根据内存的使用率 短内度的通用的指标 根据自定义的指标 就实现业务伸缩了 这个自定义呢 当然是你业务的指标了 对吧 自定义是你业务的指标 那这个流程 我们当时讲过是这个样子的 HPA 通过聚合器 对吧 然后呢 去访问到Mensure和Sever Mensure和Sever 去通过采集COOLiD的 调COOLiD之后来获取这个POD 容器的这个 容器或者POD的 CPU的使用率 内存使用率 进而来去控制 这些这个复门处 对吧 那么 Mensure和Sever呢 就是这个 自定义的指标 我们控制了 那我们是走到这条线路 这条线路 和它 不大编码 需要装一个POD的一个 试配器 Adapt 这个Adapt呢 只不过Adapt的取数据是通安选了 它不是从这个CLY里面去 因为CLY里面 这个POD里面 只能取到一个通用的这个内存 而是从POD里面去 POD里面去 POD里面去 是我们知道可以去取到 自定义的指标嘛 对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 安装一个这个 这个Adapt的试配器 安装这个试配器 来实现自定义指标的 业务的这个自动扩作种 然后前面这个其实 Metrox.K8c2O 是对应的这个Metrox.K8c2O 是对应的这个Metrox.Sever实现 那这个 我们这个自定义的这个基标 或者POD里面的路线呢 对应的是Custom的Metrox.K8c2O 它实现是POD里面的一个支持 这是更的更简性的东西 更简性的东西 然后我们安装一下试试 但是之前先讲一个 一个也算是比较好用的东西 就这个Cube Control 我们前面讲去调文K8这一篇 我们是不是都通过这个 都通过这个 进阶世界里面我们去 认识的健全 我们是不是都通过这个 soul account 然后关联一个fiquid 关联一个token 通过这种curl的方式去调用 对吧 给它一个token 然后去 用curl去调用K8这一篇 对吧 这种方式 实际上也可以这样 Cube Control get-download 加一个这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坛数 然后 这里去写什么 这里去写这个 就是K8 API后面的内容 原来这样的就是这个 是这个什么 643 API为一路的 那这个呢 这里就是直接把前面的 一篇哈国地址闪掉掉了 直接去写这个 后面一个gq就是一个 gq是一个 你们应该用我把这个soul的一个命令 就是去美化的一个 美化显示的 美化 美化粘下来一个显示的这样一个工具 美化粘下显示的一个工具 如果没有gq的话 你可以这么去安装 比如说 我们想去看这个node的监控 我们想看node的监控结果 顾卡做toknode的对吧 其实可以显示到这个监控结果 那这个监控结果 如果说想要掉 它对应的这个 这个监控结果 它对应的这个 掉了那个接口 这里看不出来 它掉了那个接口实际上是这个 Masic Thugger的接口 对吧 Masic Thugger的接口 你如果我们想用这个工具方式去掉的话 它直接就这样 可以直接什么去掉 后面跟上你的这个 这个后面跟上你的这个 结果文件 你看这个是其实是返回的这个 master的这些指标 这个161的162的 toknode的这个命令实际上是掉这个这个接口 我这里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 这么去掉 你不需要其他认证信息的 不需要全脱坑了 而是去用谁的认证信息呢 有库部Ctrl的 对不对 库部Ctrl不是有认证信息吗 Coffee的文件吗 这里就是直接用Coffee的文件 来去掉用Coffee的API的接口 就这样一个工具可以直接去用 然后我们后面也会去用 所以说这里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然后还是回到这里 我们要去装一下这个 Depto的CVT 来做指定这边的扩托容 Depto的安装 Depto的安装 找一下这个项目吧 Depto 这里应该是上次内容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个亚洲包 我下来下来了 那要这个地址实际上都这里 实际上这个是这个 GitHub的倉库 反而它这个下的比较慢 虽然不大 但是对面GitHub是特别慢 基本上去不可用的状态 这个体验下来了 在这里 直接去按Depto下 可能就是Depto 有这样一个目录是吧 现在 安装的话我们在这个 Depride这个目录里面 这个目录里面 这里面是这个 MyFind的文件呢 是把Depto相关的 这个 这个一些两面文件 我们 简单做一些修改 干什么呢 那这是这个 准备证书 然后呢去区换 这个证书 这些写法为什么知道 你先创建了证书 然后去 去给它们用了 是在这个文章里面 你可以看这个播出上面 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里面有 这它还比较慢 想不管了 就是你可以对就看 那我们就 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甚至因为证书 这个是一次性的 所以说 不理解又没关系了 把证书腾求到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又开始放在monitor 这个名称文件里面 腾求到这个sicrate里面 是吧 sicrate里面 然后 切换名称文件 它现在默认了我下来之后 它默认是放在cuber system 这个名称文件里面 这边 就是放在cuber system 这个名称文件 我们改成monitor 就是放在cuber system 这个名称文件 就是放在cuber system 我们给它改成monitor manfile的里面 所有的文件 我们都给它做一个 任何sicrate的一个替换 任何sicrate的替换 任何sicrate的替换 来这样 然后再干一个 adaptor 对接premises 这个地址 因为这里这里 这里面这个监控 这个图 adaptor 会去访问 会调防御游车 所以说 adaptor你给它配置 要去调哪个防御游车 这里面改一下 在manfile 然后 custom nps 我 deployment 这里面 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呢 这个地方 polling system 我才关系写的是 polling system polling system 我们是在同一个 nm smith里面 因此这里面 就没有这个poll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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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今天例子里面 是gtr.io 对吧 这个要换 这个要换掉 把它换掉 换成实验 我们在文章里面又写了 我们用的是这个 8.4的版本 这是最新的版本 这是最新的版本 这最新的版本 别的不用改 这个版本 然后来这边充电 就是还需要改一个 改一个配置 就是他摸上的配置 配了一些这个可以 配了一些这个指标 我们先不需要 我们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 不要把你不好理解 把它 摸下 摸上这个卡特麦布 已经出来 我们同时呢 我们给它 把卡特麦布 给它制成一个空缆 制成一个空缆 制成一个空缆 什么呢 被这个 HPA用来验证 这个被用来这个 HPA验证 这个这个用来做 自定义的指标 然后来做这个 自动HPA的 这样的一些指标 就是不是所有的指标 都能够这个 用来这个做HPA的指标 比如说 朋友修斯 我们的朋友修斯里面 有很多的指标 各种各种抗争的 这么多的这个 这么多指标 不是每一个指标 这些都是自定义的指标 它不是CPU 也不是内存 全是自定义的指标 并不是这些所有的指标 它都能够被用来 当成HPA的这个 定义指标来用的 而是需要在这里面做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 规则里面写的这些指标 才能够 才能够被用来这个 做自定义指标的 这种活动 那么 我们 先给自动空缆 待会我们再手机停一下 再手机停一下 然后 嗯 部署一下服务的 部署个服务 直接去apply MyFind里面所有的文件 里面 部署一下 分级指标 HPA VPU 这个 说实话 我 对我看来并不是很多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这个 嗯 怎么讲 就是 通常 通常 通常线上的业务啊 线上的业务啊 我们其实还是 按照这个最大规模的 或者最大这个 情况的这种 规格 来给的一些配置 啊 就说可能它变发 可能对照 你比如说变发可能最大这个 嗯 这个这个一万一个是吧 那我们可能给的配置是三万个 啊 不让它轻易来达到这个上限 啊 所以说这个 就看这个什么 就看这个你们这个业务规模 或者你们这个 愿意 到底愿不愿意用这个HPA 这些东西 啊 我们现在是不用不太用它吧 这里应该讲一下 万一大家有用了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东西还面试 还经常被被被被问啊 这个不太用的东西啊 这个最喜欢被这个拿过来 什么呢 这个面试的时候拿来拿来 这个刁难去了 对吧 这就把你问到啊 不管用不用再把你问到 嗯 然后我们部署完之后 这个时候 cube control API 或者什么 你去装上这个 原来是我们只有这个 MensureTower的时候 是只有这一个Mensure的QA3L 现在的话 我们装完这个 它之后 装完这个试配器之后 就是 装完这个试配器之后 你看现在我们加了 装了一个Customer的MensureTower 对吧 就等于他们 其实是一个 你可以丢比着来看的一个东西 MensureTower 它是一个可以丢比着来看的一个东西 它都可以给HPA 也许提供 上次定义的提供指标 来去做这个资本扩托手 只不过 它的指标才以来的 而它的指标才以来的 才以来的这个Plancius 就这个参与 我们现在两个都部署好了 然后 下一步就看一下我们去 配置指标了 去配置指标了 配置指标 这里我新建了一个 新建了一个业务应用 这个业务应用呢 看一下 这个业务应用呢 为什么要新建一个 因为你的业务应用 你得有自定义指标 明白意思吗 你的业务应用 你首先得有自定义指标 也就是你的业务应用 首先得支持普勒米修斯的这个 能够当成普勒米修斯的这个target来采集 对吧 当成这个Plancius 它跟人来采集 那很明显 我们这个代码里面 其实是没有视线 没有去加普勒米修的这个 监控的这个接口的 哪个家呢 这个就是这个服务家 我们就用它来 当成一个事例 给大家去看一下 部署一下它 它用的今天是这个今天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东西 这个服务比较简单 我们快速切一下 很快啊 直接跑出来一下 然后给大家一个 看一下 运行了 运行了 然后到外的 它里面呢 它今天呢 我是8080 里面有个metrics metrics的一个接口 你看 这个结果是反过来 就是普勒米修指标 是这个指标 我们自己的服务 没有加量一个实现 所以说 每发用了多些证 你看 而这个指标 是一个content型 content型就是一个 主生物件的类型 就像CPU的一个 使用室传释的 它不会剪 只会增 这个技术是这个 业务就是这个 技术是这个服务 被总共被访问 就被访问过的 次数的这个 累积值 你访问一次 那这个值 就会加一次 访问一次 就会加一次 对吧 访问一次加一次 它就结果这样一个值 但是这个值 本身来讲 没有什么意义 或者说没有这种 HPA的意义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我这个 我这个业务型 就是当被访问 总共1万次的时候 我就去做扩总了 对不对 而是什么呢 通常这类的业务应用 大家想都是 做什么 什么样的指标 来做 来做HPA的依据 而是你这个业务应用 每秒被访问的次数 你这个总次数没啥用 到什么时候来做这个 做的HPA呢 但是你过去的 比如说过去两分钟之内 平均每秒被访问的次数 超过了多少多少次 这个时候你才能 才能够做什么 才能够做这个 这个这个扩总啊 对吧 你比如说你的业务过去的 过去的两分钟之内 每秒被访问了 三万次了 你给它扛不住了 那就可以给它扩 对吧 这种场景对吧 才是我们这个 用来做HPA的一个场景 而不是这个总数 因此我们对这个总数 肯定要去做一个转换的 就像CPU那个指标 我们上次讲的CPU指标 你只能拿到总数 但是实际上我们关注的是谁啊 关注的是CPU的使用率啊 对不对啊 关键是CPU的使用率 而不是总数 这个也是一样的 不是关注这个业务应用 总共被访问的次数 而是关注这个业务应用 每秒 或者过去一段时间 每秒被访问的次数 对吧 因此我们 后面要做一个转换 做一个转换 我这个服务部署完之后 首先给它做成为Target Planet是Target的 现在你这里虽然写了HTB 有块的头套 但是我Planet Q字里面去查 你这个指标可以查不了 是吧 空到 查不到 怎么样才能给它注射到 这个Target里面 让Planet Q字来采集你的指标呢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 这个 不方向嘛 对不对 讲过他 不是他 讲这个这个这个 这里 讲到他 对不对 怎么样才能被发现到的 哇 也非常简单 你就假设这是你的一个业务应用嘛 假设这是你的一个一个一个业务应用 对方便呢 你不说完了 对吧 怎么样能够被Planet Q字路采集到 我们这个讲的时候花了很大的时间去讲 怎么做呢 太简单了 加一个souls 而且这个souls要指定上一个allocation 这个allocation呢 Planet Q字路采集的啊 我斜杠sqrp 比如指定是tru 那Planet呢 指定是8080 你如果pass不是那个matrix 也可以指定一个pass 对吧 只要见这样一个 冲键上这一个souls 这个地方就会自动发现 这是我们写的这个规则里面指定的 对吧 规则里面指定了 你写了它之后 简单回顾一下 就这里面会有一个inpoint 在inpoint里面呢 这里面 这个before 有label 这里面会有很多标签 其中一个标签呢 就会转化成一个什么sqrp的一个标签 刚好代口sqrp是出了这样的一个值的 会被我们的朋友其实的规则给cap住 保留住 那就能看到了 你找建一个souls 建一个souls 这个souls呢 就是这个地方 一定要加上这两个 单数 这个lok是一个声明 不加的话就防备到 不加就不能被注册上 我拍给的啊 ok 他传完之后 你再来他在这边刷一下 现在是三个的吧 你刷一下 四个了 对吧 四个了 而且这个就是8080 1024 2.201 你看是不是有没有这个podip 2.201 对不对8080 再算一下啊 让他去抓一次就好了 对吧 已经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 这里 这个挺好的 你看 这个黑框里面 到手地 123 4 5 6 7 到手地7行 到手地8行 对吧 就是因为我们加了两个lokation 然后呢 这个beforereliable的标签 里边就多了这两行 多了这两行 就匹配到我们前面 普罗米求斯的这个reliable的这个标签了 因此就都保留下来了 到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往下 一下往上的这一个展示 我这上次讲话就没那么麻烦了 还要缩小啊 这个这个 让大家就看到这点啊 嗯 OK 加入之后呢 自然这个带脱预测元金呢 查到这个 HT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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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6块的total这个指标了 它被抬积过了 对吧 你看它被抬积过了 8080 它只是15 总共访问15次了 那你这边如果再送过访问 这个指数一直持续更大 OK 前提嘛 我们说这个前提就是 你想用这个HTDP的去 根据这个 DNA这边去做HTDP的话 前提就是普罗米求斯里面 得有你这个指标 因为你的试配器 会从你的投影师里面去 掉你接口 拿这个数据 因此普罗米求斯要一天采用了你的指标 才能够HTDP 然后继续啊 他也我们讲完了 对吧 然后 比如说最近我们想用一个什么呢 我们想这个实现 比如最近一分钟之内 或者两分钟内 每秒的潜就数超过了十次 我们就自动扩充这个业务的出门数 对吧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 这个HTDP 需要一个HTDP 只不过这个HTDP和前面的HTDP有什么差异呢 我们前面讲这个HTDP的时候 前面讲HTDP在这里 在这里 前面讲HTDP的时候它定义是这个样子的 它定义全是resource 然后memory resource cpu 对吧 现在的这个自定义是指标定义的主 这里是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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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但是resource了 就是pod 那这个指标呢 就不再是cpu和 就不再是cpu和这个memory了 而是我们自定义一个名字 这个指标的名字 这个指标名字叫做HTDP 下方言 是quest的下方言 pour 下方言second 就是 每秒的HTDP成就数 平均每秒的HTDP成就数 那这个值和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值不太一样 和我们可能就在里面插出这个值不一样 这个是total 对吧 这个地方是total 好 我们这里说配置这个persector 这个能不能行啊 能不能行啊 答案是能行 能行 那有个前提 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我们要在 配置文件里面去把这个指标生成 就是指标做一个转换 怎么做转换呢 这个当然是平均值 平均值超时 比如说过去的一分钟这里 就是平均值 超过了十 超过了十次 一分钟访问 访问的这个平均一 每买的访问次数超过了十次 那么 就扩容 扩容对小数 最大的数是三个复本数 扩容的复本 扩容的这个deployment 就是我们刚才见的这个 CartonMetro Demo的这个deployment 对吧 就是它 但是这个指标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指标不一样 不一样没关系 前提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转换 这个过程我也不难讲 这个过程 我觉得还不如直接讲这个坚果 然后你更好理解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前面给的不是注射掉了一个吗 注射掉了一个 蛮烦死的 这个规的给的注射留空了 对吧 那这个规的假如我这么去写 大家看这个味道 我这么去写 你先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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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你先首先明白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所配 它是一个你看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速度 干嘛是一个速度 这个规则里面所配置出来的 这个规则里面所配置的指标 首先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 HPA的这个 这个 能写的这个 这个名称 这个关系你才知道 这个关系你才知道 就这个地方能写什么呢 你就要看 你的这个config map里面 这个规则这个RAW怎么写的 这个RAW怎么写呢 你看假如我们现在写了这个 假如我们现在像这么去写 这个意思就是 这段话意思就是 首先看这个 最后有个name add http requested per second 这个名字 对吧 比如说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 最终呢 会被转 这个会被转化成为一个指标 名字叫做 http 下方言requested 下方言per second 这样的话就和我们前面那个指标 我们HPA里面这个写法就对起来了 对吧 现在首先就和我们这个 http的 这里 和我们HPA的这个地方对起来了 对吧 你要知道 这个部分 最终能够的目标就是生成这个指标 然后 可以供谁呢 供这个HPA里面能够能够去使用 这是第一个你需要知道点 第二点 那就是这个指标 最终该怎么去查询 就是这个指标 它就 它就 它就有一个这个计算的过程 对吧 怎么去查询 那这里说了 这个指标 来源于哪个呢 来源于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 它是 这个指标你一定要写成什么 一定要写成这个 一定要是普朗语修 对面能够查到的指标 这个指标一定是普朗语修 对面能够查到的指标 因此 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指标 来源于它 来源于它之后呢 这里面写了一个metric query 这是最终的这个查询的一个结果 最终查询的结果 那你会发现它都是一个什么呢 它都是一个 这种什么theories 什么这个label matrix groove bar 这种 算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写法 这种是固定的写法 这固定的写法 有什么有什么好处呢 实际上 我看一下我这个里面有写 有没有写这个 实际上最终在生效的时候呢 它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这个theories呢 就会被替换成这个 或者你可以这个点theories 你不写 你不写点theories也行 你直接写它也行 你直接写它也行 它就是你这个写啥子 最终又会被替换成这个地方 替换到这个地方这个值 然后这个label matrix 什么意思呢 我没想就会被替换成这个 替换成这个 ment Hims 为什么什么 CubernetesNameSpace等什么 CubernetesPortName等什么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要为他这里面有个resource的一个override 我该怎么确定这个是什么指 这个什么这什么指 这什么指 我为什么确定呢 很简单 假如你不想理解 你可以不能理解了 因为你这个我们这个K8的积聚里面 你只需要知道你这个指标查出来 CubernetesNameSpaceDefault Cubernetes的PortName是啥 你只需要知道 这个指标原始指标 原始指标 查出来这个结果里面 这个Nable列表里面 哪个K代表的是名称空间 哪个K代表的是这个Port名称 那你就加到这里去了 假如这个 假如这个你的你的这个环境里面 查出了这个CubernetesNameSpace 这个K代表是名称空间 OK 你写到这里 那PortName写到这里 这两个固定的 有上的NameSpaceNa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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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上的NameSpace 这两个是固定的 这个和这个是固定的 这两个是可变的 再来和你实际的这个PortNameSpace的这个查出的结果 查出的这个结果 是对起来的 一个是哪个字段是NameSpace 哪个字段是PortName 因为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逻辑 就是你想想 这地方有点不好理解 但是简单解释一下 能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算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上面 你想想 你想想 HPA 肯定要去调这个你的 这个接口去 调这个设备器的接口 设备器会去调 那么HPA有哪些 HPA知道啥呢 HPA知道他要去监听的是谁啊 HPA知道他要去监听的是 他关注的是这几个这个DEPLOMENT 他关注这个DEPLOMENT下面的POD的监控指标 对不对 那你想HPA再去调 HPA再去调他的时候肯定 HPA传给他的是什么 传给他们是NameSpace的 是啥 传给他的POD的内部是啥 对不对啊 那普罗米修的设备器 拿到的是NameSpace是啥 POD的内部是啥 但是他怎么去 普罗米修的里面去查数据呢 普罗米修的数据都是这个样子的 NameSpace是啥 POD是啥 虽然我们知道这是NameSpace是啥 这个是NameSpace是啥 这个是POD的内部是啥 但是啊 我们知道没用啊 这个设备器查数据的时候 得有得有个准限 对不对 因此这个地方就做一个转换 明确啊 告诉我这个 这个这个 设备器啊 你的普罗米修的里面 普罗米修的查数据里面 就是这个K 代表的就是NameSpace 这个K代表就是POD的内部 你想想想这个 这不就是 目的不就是 其实不就是让它 目的其实不就是让 设备器掉普罗米修的接口的时候 能够把HPA 全给设备器的时候 全给设备器的这个POD内部和NameSpace 带你去吗 嗯 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算了 这地方说 有一点逻辑的里面 因为你记住 HPA 他知道的是什么 知道是哪个POD 嗯 这里 HPA 他知道是这里 知道是哪个POD 哪个Diplomator 对吧 Diplomator 那HPA拿了Diplomator HPA 自然就知道是POD了 也自然知道哪个名声 知道这个名声空间了 他自然要去拿这个NameSpace 和POD名声去 设备器查 那设备器接受到这个参数之后 接受到这个NameSpace 和POD之后 他自然又查普罗米修 那普罗米斯 他们知道普罗米修 哪个K 数据里面哪个K代表的是NameSpace 哪个K代表的是POD内部 对吧 因此这个地方有一个指定 指定就在这里指定了 其实就是一层对应关系 然后 这个query 这个query 我们如果收写的话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Rate 我们上次刚才讲 就是讲这个就是去求这个 由总数转化成这个使用率 或者登场率 对吧 登场率不就是为了这个防御次数 或者是CPU使用率网 对吧 然后 Coverty 这个时间是你自己指定的 然后Buy 这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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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们希望的写法是这么写 但是你这种写的时候可以可以减写 减写的这个 因为这个 DenSeries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前面都一样的 DenSeries 就替换成它 HPB就快要拖到 对吧 就在这里 这个另外 就替换成了 这个 ProNable 这种 提换成这个 那 这种就出来 这样的一个公式 它是一个公式 它实际上 潜入数据 就这样一个数据 潜入数据 这个数据 我可以拿这边直接去查一下 你看 0.0分钟 过去两分钟之内 这个是原生的指标 这个指标 就是过去的两分钟之内 我的这个 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本身就代表这个POD 这个POD 被请平均每秒被请求的特数是0.0 3.3.4 并定3.3.4 那转换成为这个 实际上学下来就是这样一个 实际上学下来就是他 实际上学下来就是他 他们这些有关系 最简单的意思就是 以后照顾的话画开就行了 你知道一个这样的意思 如果是带有个指标的指标 以后照着改开就行了 都想那么多 我觉得 然后我们给它这个改一下 我们给它改一下 然后简单验证一下就行了 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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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去 覆盖一下 然后这个POD要重建一下 它没有这个微漏的一个接口 往一趟 递给它 把这个重建一下 就是这些设备器啊 这是我们说的那个 盗牌转换型啊 这里的转换型 按一下之后 我们啊 这时候 把我们的HPA创建一下 HPA是不是还没创建了 我把说盖的 HPA没有创建 把我们刚才这个 HPA在这里 我的HPA 在这里 创建一下 创建一下 那这时候你去GET HPA 那这里 还没太多台积啊 也可是 安诺 有了它之后一个逻辑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这个HPA HPA 我们这里写了这个HPA 这个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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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呢 它 HPA 在这里 会去掉这个设备器的接口 然后呢 传的指标就是这个指标名称 然后传过去的什么呢 传过去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根据这个POD 根据这个DEPLINE DEPLINE的名称 拿到POD的内容 拿到NameSpace 也传给这个设备器 这个设备器 这个设备器做什么事情呢 去掉弗拉米斯的接口 掉什么接口呢 设备器 虽然这个HPA 不认识这个指标 但是设备器认识啊 因为这个指标 就配置在设备器的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了嘛 这个指标就是配置在 设备器的配置文件里的 对吧 配置在这里了 所以设备器 找到这个指标 然后 把HPA传过来的这个 NameSpace 和POD名称 来这里 多一个转换 对中呢 HPA 对这个设备器呢 就拿了这样的一个 算是一个什么 算是一个这个 呃 可能性的采取语具吧 但对中他拿到他拿到采取语 是这个 对中他拿到采取语 是这个样子的 他拿到采取语 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是提完是一直的 慢慢的 那 这个只会返回个HPA 那对中这个HPA 这里你看就有了 知道 翻字翻M 翻翻M是啥 M是 是 是这个千分之一 你的意味 千分之一 那就吹一千 翻翻出一千 0.0 0.0 是不是 我像一二三三个零 33M是0.033 和我们这边这个朋友 在这边采取的这个值是一样的 0.033 对吧 0.033 这个值就是一样的 当这个值 当我们用AB这个命令 我搞错 getSVC 当我们用AB这个指令 去访问的时候 去给他加押的时候 去给他加押的时候 当我们用他给这个 我们的Messure 我们这个业务 去加押的时候 那这个每秒访问之处自然就会暴增 对吧 每秒访问之处自然就会暴增 那这里你查询的时候 他30秒的主期啊 我们得等他这个 30秒之后做一个采集 把这里现在查到还是就了 我这里也就 我这之前有通常问我这个问题啊 我这也通常这个透过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HP 那这个值暴增了 什么3325 258 已经说 平均过去的两分钟平均没有 选用33次 他已经知道过去的两分钟的 平均出一千了 出一千就33次 33.258次 那很明显已经超过了这个 我们说的 我们HP的这个值是14 对吧 那这种看一下这个Port 那已经扩住两个风格了 对吧 就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这就是根据特定页指标是时间扩张 是吧 我觉得你不用理解太多 你学会做活动画面就行了 活动就在这里 这就是活动 部署都是一次性的 那个比较简单 对吧 这里就是活动 当你有了一个特定页指标 你的业务想去做这个特定页指标的这个 这个什么了 这个这个 HP了 画个条就够了 实际上这种HP又请求的地址是这个样子 HP请求的地址是这个样子的 刚若我们刚才是讲过了对吧 那这个 Messual Server这个地址我们大致讲过 那CustomMessual的结果实际上这个样子 CustomMessual的结果实际上这个样子 那么所以我们的Deford Pod是什么这个Pod名称 然后HT就看到的Pod second 对吧 你可以看 getPod 你把它换成 换成你的这个Pod名称 你可以这个Pod名称 然后换成这个加上这个定页指标 换成这个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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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下来了 33M 然后 新 这个地方你可以写多吧 你可以写新 并不积给每一个 因为他算平均的话 你可以算新 新的话就是所有的 他都给你同意出来 又33M 那么现在应该是 我是 这个是几分钟 写了一分钟对吧 应该是过去了 看一下 两分钟 两分钟 Ctrl getHP 到这里已经回归了 已经回归了 已经降下来了 已经把他们解决了 已经距离我们上次这个 多压策 已经超过两分钟了 所以说又回到这个 0.033 0.033的这个 每秒 每秒的这个方位了 结果就在这里 这个照顾的画表就行了 没有太多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我觉得 花经历去投入了 反正用的没有那么多 再一个就是你的业务 如果没有深度去绑定 我不能去撤 那可能这地方根本就用不到了